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佛丽莎 我是Ethan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谈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个事情呢我们曾经在加州推结果失败了 所以我们现在呢可以把这个希望放在红州上面 希望红州可以做成功啊 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讲的这个事就是择孝权 School Choice 那现在呢在我们这边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一个 德州的一个非常给力的一个义工啊 我们就可以来问问他 这个在德州要推的这个择孝权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可以给我们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我们现在就来欢迎Candy Candy你好 你好谢谢Felisa 谢谢Ethan 对我叫Candy我在德州 我是的义工就是帮忙在德州推这个直校权 许多的红州都在一起的推这个直校权 直校权就是我们交的税金 可以现在归还给父母 然后让父母可以去选择不同的学校给他的孩子 以前我们只可以去公立学校 但现在呢政府呢就是要把他的教育资金 教育的预算就放到每一个孩童的身上 然后呢家长呢就可以用这一笔的钱就送他的孩子去私立学校 在家教育公立学校或者就是教会学校 这是家长的选择 所以把整个的选择权都交回了给家长 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东西都会follow the money 所以呢我们让家长有他的权利拿回来 对这是直校权 而且呢直校权呢其实在美国已经推行了二十多年了 而且呢在三十多个州已经有直校权 所谓的直校权 但真正的直校权呢现在才只有四个州有 他们分别就是阿里桑那 阿尔沃 West Virginia 还有最近刚刚成功的阿肯桑 只有四个是真正的直校权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德州我们大力的推 就是要推一个真正的直校权 不是假的直校权 所以我可以问一下吗 什么叫真正的直校权 因为你刚才讲说这个直校权嘛 就是说把这个钱就是不光是说 让孩子可以去公立学校上学嘛 那这个钱我们也交了税金 你把这钱给我们 我们可以拿这个钱去选择学校 但这个怎么叫什么就是真的跟假的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你这个问题很好 直校权其实在美国推了二十多年 对不对 然后呢但是有很多是假的 因为有些的政治人物就会告诉你 你看我们有直校权给你啊 你可以选私立学校对不对 你可以去公立学校对不对 但是只有你去私立学校的时候 你就要自己掏钱包 那就不是真正的直校权对不对 而且呢有的人就说 我们有直校权啊 就好像在Lusiana州 他们有直校权 但这个直校权呢 只是给一些贫穷的学生 还有给一些就是特殊的学生 但真正的直校权呢 应该是没有家庭收入的限制 父母呢都可以 每个孩子都应该有的 无论你的 你是不是特殊教育的孩子 或者正常教育的孩子 所以真正的直校权是应该是 开放给每个学生 是没有家庭收入 没有你的邮政篇码的限制 没有任何的限制 然后呢 家长可以用自笔钱 送孩子去任何的一种类的学校 对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直校权 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在德州 要推就要推一个真正的 就不会要一个假的 这是我们在做的工作 其实在加州这边推的时候 在这边推行的时候 很多父母那时候 就是已经在homeschool的父母 他们不支持折校权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害怕 政府进来控制这一切 如果我想要homeschool 我想要送小孩去私立学校的话 我自己做就好 钱是我在掌控的 但是当政府来控制的时候 他就可以规定你的curriculum 他就可以规定你的教室资格 他就可以规定说 你这个私立学校你要几间厕所 你这个学校 你是不是要有那个食堂 要有饭堂 然后是不是要有什么 瓦斯卤在那个地方 你是不是可以给学生吃饭 或什么之类的东西 那这样子的话 反而让父母开私立学校 就是自己在家教育 是比较困难的 那这个折校权 有没有这个样子concern 然后有没有这样的应对措施呢 对你说的很好 这也是我在推直校权 遇到的反对私立 一就是私校 然后还有在家教育 都是他们的很大的顾虑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 要有一个真正的直销权 而且我们义工做的 就是我们把真正的直销权的 六点重要的特势列出来 这六点就是说 应该没有政府的这些控制 然后就对比这些bill的内容 然后呢就看出有什么的 每个bill有什么顾虑 每个bill都有一个sponsor 我们就去跟这些sponsor联络 然后就跟他说 我们的puppet concern 这是我们的提议 你可不可以改掉他 然后呢我们也叫我们的义工 还有我们周围的朋友 去打电话给这些的议员 就告诉他 写信或者打电话 告诉他你需要有什么的改变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电话 一个电邮就代表了1000个voters 所以我们就不断的打电话给他 在好像我们在德州 有一个bill 机会会很大的 叫sb8 sb8呢 他有了我们就是真正直销权的 很多的优点在里面 但是他这个bill只包括了实力学校 他没有开放给在家教育 所以我们就告诉他 真正的直销权 应该让父母可以用自笔钱 送孩子到不同的种类的学校 你不应该把在家教育的父母 排除在外 另外他还有一个问题 他说就是所有的私立学校 都需要经过德州私立认证 这个组织 但是这样的话 就会把一些小的教会私立学校 会排除在外 因为他们太小了 他不可能就经过了 这个组织的所有的认证 所以我们就会告诉他们 我们的提议就是 你应该给这些私立学校 有两个选择 一他可以选择经过 这个组织的认证 第二他们就可以在律师里面 做一个公证 就告诉你建筑物的安全 还有我收生的那个比例 但你不可以就是监控 他们的教育理念 监控他们的课程 监控他们的就是卓业这些 所以我们都找出我们的公众的担忧 然后就是要把一些的提议给他们 对因为那些议员都很愿意提 因为他们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他需要我们告诉他们 然后他们才知道 怎么去改善他们的bill 可以真正的帮助 那还有一个concern就是 我相信在那个bill上面 如果说有democrat在cosign的话 他们会觉得说 择校权这个东西 如果说给父母控制的话 会提高税收 然后呢 地价税会涨 因为学校的基金都是从地价税来的 那德州的地价税已经比加州高 非常非常多的了 会有这样的concern吗 就是你们德州的地价税会更提高 应该不会的 职校权呢 其实只是把州本来的那个税收 然后以前传统的做法 只是把自己比教育的预算 直接就拨到了工地学校 但现在呢 自笔预算就给堵住了 然后你要把自笔预算 放到每个小孩的ESAR account里面 然后呢 家长用自笔钱送孩子 去不同种类的学校 所以这个总数量 钱的预算的总数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税收也不会提高 那很多家长啊 尤其是很多新移民 对吧 来了美国就想说 美国这教育好多免费啊 说你们这要什么自行车啊 对吧 干嘛提那么多 没有没有必要的要求 孩子有地方上学就行了 所以就觉得说 你有个公立学校对吧 那个事还少 离家还近 你把孩子往那一丢就完了 就是为什么要去搞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我也本来也没想说 让我们家孩子上私立学校对吧 公立学校就挺好 孩子练一练英文 英文练得好一点了 长大就会有好一点发展 大家一般就这样想就完了 所以为什么要去大费州上去搞这个事呢 我们先不说最近公立学校产生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公立学校 它实在是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我们先不说这一个 那我们先说就是我相信每一个孩子 他们的学习的那个方式是不一样的 就好像我自己我是在家教育 我在家教育是因为我想把我的信仰传生给很多孩子 而且我想我的孩子晚一点起床 对因为我孩子喜欢睡懒觉 他们就喜欢晚点起床 那我觉得他们的身体健康 比他的学业更重要 好棒的妈妈呀 给你鼓鼓让你家小孩很幸福 所以我就选择了在家教育 对因为去公立学校 如果你要参加一些的体育项目的话 你五点半就得起床去了 就是因为我们执校权就会给孩子有更多的选择 给妈妈有更多的选择在那边 我可以在家教育 就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恩典 对不对 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这样 那有的妈妈 他们喜欢孩子去私立学校 因为现在有很多私立学校 它会专门就给那些有特殊教育的孩童去的 就好像你有读写障碍的话 你就去自动的学校 但是如果你没有给这个妈妈的选择的话 他就逼着就是要去公立学校 对不对 现在再说回来公立学校 公立学校的话 大家自己连对他有很多的诟病在里面 但虽然他做的不好 但我们也不能做什么 因为钱还是直接打到他的账户里面去 所以执校权有机会就是把公立学校改善的 因为你把整个市场打开了 对不对 然后公立学校为了要吸引学生 留在他的学校里面 他就得要听家长的意见 我不想在你的课堂里面 听到任何的性别混淆的教育 你就可以有声音 因为钱只支撑你有声音 就跟校区说 跟学校说 如果他们不改的话 我就把我的孩子送去别的学校 至少我们让我们的家长有选择 这是执校权最终最终的目的 在美国推行折校权这个东西 最反对的就是教师工会 那教师工会对于这个东西的话 他们是非常有攻击性的 因为瞬间的话会少了很多老师 很多老师会没有工作 然后呢 老师没有工作的话 那工会的钱就会变少 那折校权这个东西 就是他们最大的攻击 你们有没有遇到 就是教师工会反对的这个情况 教师工会肯定会反对的 大大的反对 所以你会听到 有很多假的信息 他们就会说 我们 你看我们现在在德州 我们都招不到老师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我们不把自笔钱 来提供老师的工资呢 而且你们现在每天都在说 公立学校有多差 你为什么不把自笔钱扔进去 把我们的公立 学校改上好了 对不对 听了都是很动听 但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的里根总统说过 在政府机构 无论你放多少钱进去 钱会花光 数值不会提高 这是真的 对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 如果 如果公立学校真的是可以改善的话 为什么自三十多年来 会越做越差 对不对 你要看回整个的产业线 OK 教育工业是 一个整个的产业线 我们的教师工会 然后呢 他们会努力的去 推他们的候选员进去校董会 为什么 因为校董会就可以帮他们 选他们想要的校监 然后校监呢 是掌管了整个校区的运作 所以如果校董会 校监都是他们自己的人 他们就可以跟校区 就有很好 就可以塞很好的contract 很好的deal 就说哦 你要给我们老师 什么什么的福利 什么什么样的福利 对就好像在pandemic的时候 是谁决定要把学校关掉 不是校区 是教师工会 教师工会的能力很大 所以呢 教师工会呢 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的整个产业线 教师工会的所有的资金 他给那个政党的资助 95% 都是会给民主党的 所以民主党的政策 又会进回到 告诉你教师工会 你教师工会 你们CMI的老师 就得在你的课堂里面 要教我们的议程 所以你就会看到 为什么在课堂里面 教的都是气候变迁 性别混淆 就是这样 这是整个整个的产业线 然后人家就会问 诶 那我们公立学校 有什么问题啊 都没有问题吧 都很好啊 你看我孩子 以前我的孩子 在公立学校练书 他都是一个3A student 我都觉得没问题 对不对 但我们要知道 里面有很多的议程 在里面 然后我们的老师 有问题吗 我们的老师 你要知道我们的老师 从哪里来 我们的老师 就从老师学院来 那我们最出名的 老师学院 你知道在哪里吗 就是在各大的 教师学院 他们的那个网站 他们最推崇的是什么 你就会知道 在你孩童的 课室里面 教的是什么课题 他们现在最推崇的呢 性别包容 所以你们就 就不会奇怪 为什么我孩童的课室里面 现在教的都是气候变迁 性别包容 因为老师 就是这样训练出来 然后老师 又回到你的 孩童的课室 对不对 然后就是整个 cycle就是这样 教师工会 他们有他们的agenda 他们的agenda 就是来自于 那些自由派 就是这样的一个 产业链在里面 对 然后刚才 回到 Evan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直销权 会不会让 老师 流失了 就是没有老师了 让公立学校 因为他们失业了 其实是不会的 因为呢 你想想 有直销权的话 我们把整个市场 打开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就会有很多的 私立学校会成立 所以呢 这些老师 就会为老师提供 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不知道在 有没有看 两天前的一个新闻 两天前的一个新闻 就是在 阿里桑纳州 他们的校董决定了 就是把 基督教学校的 教育学院的 一个合约 就把它砍掉了 因为他们觉得 这些从 基督教学校 出来的 准老师 他们如果来 我们校区来实习 他们的信仰 会对那些 LGBTQ的学生 是一个伤害 所以他们 就不会 给他们 续约 如果我们 有直销权的话 有更多的学校的话 我们这些 老师 他们就可以 有地方去实习 他们才可以 拿到他们的 教师执照 其实我觉得 你说的 很重要 因为 很多人觉得 来美国 教育是免费的 然后美国 教育又特别好 我们不要忘记 就是当我们 拿到免费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是 那个商品 在美国 上学是免费的时候 我们的小孩 就是他们 卖出去的商品 他们卖 卖就是我们的小孩 所以这是 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那折校权 这个东西 就是把这个权利 夺回来 这个本来 就是我们的钱 我们的地价税 付出去的 地价税 其实是在 1812年的时候 为了要付那个战争 才开始的一个税收 这个东西 其实根本就是违宪的 但是 从1812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 他们不断的 使用这个地价税 这个东西 然后最后 把他们 用了一个 教育的方式 来变成了一个 收税的一个方式 多收税的方式 1812年的房价 是多少 现在的房价 是多少 你孩子的教育 有跟着房价 一起变好吗 但是现在 最好解决的方法 其实就是 折校权这个东西 然后在逢中 推行折校权 是对所有的人 都有帮助的 而且可以刺激市场 让整个市场 变得更好 让父母变成 真正的消费者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也是为了 那些持守真理 还有有信仰的 这些老师 可以让他们 有一个好的去处 因为左派的学校 还有教室工会 他们不会想要 接受这样的老师 我们上两个礼拜 去了就我们这边 校董会的一个会议 然后结果 其实在那里 有基督信仰的老师 在那里 其实是被孤立的 而且人数是 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这次在德州 非常感谢你们 可以推这样一个 择校权的东西 大家一定要一起努力 才可以这个东西做好 所以在节目最后 Kenny你来为我们 介绍一下好不好 我们是不是需要朋友们 可以一起来加入到 我们的这个 义工的团队里面 对我就麻烦 Feliz 我们就会把我们的网站 麻烦你可以放到 你的节目的底下 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参与 给我们的议员 写信啊 打电话 让他们知道 我们公众对于他们的 那些的bill有什么的疑虑 然后给他们的一些建议 希望在我们德州 可以推一个真正的直效权 而且在其他的红州 我们也欢迎他们 用我们的网站的资料 为他们自己州 也去发起这样的运动 让红州里面都有直效权 就为这些父母们 就拿回了孩子的 这个的教育权利 就像刚才伊芬说的 现在很多人呢 只是把我们的孩子 当做一个的商品 就是教师公会 就让我们的孩子 就由老师给他们交会费 然后老师呢 教学的时候 他们每天都看着 那个很厚的那个handbook 就说我不要犯罪 我不要有什么差错 所以他们完全不可以 专心的去他们的教育里面 所以呢 我们希望有直效权 就把父母 他就可以真正的 为孩子选择最好的教育 而且最重要 就把整个市场打开 让整个市场 有联系的竞争 可以带来更多的改善 在教育这块的行业里面 谢谢Kendy 你今天可以上我们的节目 也非常感谢大家 大家看完这一期节目 是不是心里 有很多的感动 如果说你要是住在德州 请你一定要参与到 这一次的 恢复择校权的 这样一个行动里面 我们没有时间了 真的没有时间了 你孩子的时间 是不能被浪费的 你孩子的青春 是不能被浪费的 你孩子的教育 是不能被浪费的 尤其是你交的税金 也是不能被浪费的 所以呼吁大家 如果你在德州 请一起去帮忙 人多力量才大 呼吁大家 那个联络方式 就在我们下面 希望你可以进到 他们的团队里面 一起去帮忙 那如果你要是 在其他州呢 如果你要是 在其他红州 你说我们这个择校权 我们也希望 可以按照这个方式 来改革 欢迎你们去到 他们的网站上面 有非常多的资料 或者你也可以联络 Kendy 希望他能够帮到你们 那如果要是 有在兰州的团队 大家说 就我们这边 也想要这个责校权 那大家一起 努努力 看看行不行 也祷告祷告 加油啊 这个东西也可以做起来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非常Kendy 谢谢你 谢谢 好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 大家拜拜 拜拜 by bwd6